世界气象组织表示 全球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份 2023年6月的平均气温比1991到2020年的6月平均气温高出0.5摄氏度 打破了之前2019年6月的记录 进入7月后全球气温继续升高 世界气象组织援引的日本气象厅临时分析数据显示 7月7号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天 当天全球平均气温为17.24摄氏度 这比强厄尔尼诺年2016年8月16号 创下的记录16.94摄氏度高出0.3摄氏度 尽管这个数据还未得到最终确认 但它与哥白尼欧洲中期天际预报中心的初步分析数据一致 在陆地经历高温的同时 今年5月和6月的全球海面温度也分别创历史同期新高 在爱尔兰、英国和波罗的海周围 气象学家都观察到了极端的海洋热浪 与此同时 南极海滨面积创下有卫星观测记录以来6月的历史新低 比平均水平低17% 大幅打破了此前6月的相关记录 世界气象组织的专家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预期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增加陆地和海洋的热量 并导致更加极端的气温和海洋热浪 世界气象组织说 陆地和海洋破级路的高温可能对生态系统和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 这凸显了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 正在产生深远影响 感谢观看